现在早上的八点多 在这边比在家里面要起得晚了 为什么 因为这边冷 在被窝里面都不想起来 现在也是准备出发吧 我看是坐公交还是坐地铁 还是坐网约车 哈尔滨现在是真的挺火的 我刚出来以后到火车站广场上一看 到处都是人 都是拖着大大的行李箱 穿着厚厚的衣服 就是来这边旅游的 我准备去红专街找市 现在八点嘛 应该是刚好 但是呢 我看了一下地图 只有两三公里 两三公里呢 要是坐地铁也要走很长时间 坐公交车也要走很长时间 不行的话 我想在这附近打个车也可以 刚才碰到一个弟子师傅 我准备摆手呢 但是他这个地方哈 就没办法停车 不能上课上下课 他的意思就给我说了一下 然后呢 到这里面来打车 虽然没有坐他的车 但是呢 他会摇下这窗热情的跟你说 到这里面来打车 要不然的话 他说这个地方没办法打 非常感谢那个司机大哥 但是这个地方好像没有看到地市 因为那地市现在黑龙江太火了 人太多 到处都是打车的人 不好打 我还是在网上打了一个网约车 等一下看看 什么时候能来 这里到机场也非常方便 你看 20元一位 坐上车就走了 机场大巴 走到那里大概要多长时间 这哈尔滨真冷啊 师傅那个早市要到早上几点钟 就结束了 十两点啊 那我现在还赶得上 像这个地方是属于老城了吗 就是市区 这又属于市区 哦市区啊 现在你们哈尔滨可是真火呀 对呀 可火了呀 我昨天 昨天晚上去那个中央大街逛了一下 那人可是走不动是吧 像中央大街的话 他那边的人那么多 他也不收名票是吧 不知道名票 那他的这个收入从哪里来啊 就是留的 就是留的 就是留的地方 那我们哪个花钱 哦 就没有 就是买东西了才花钱吗 是吧 像以往的话 你们这边人也有那么多 像我如果是从我那个地方 要是明天去冰雪大世界的话 是坐地铁好一点 还是打 地铁行 但是有的时候 我看这个红专间吧 你们坐地铁 我看坐地铁要走很长时间的 打车最起码 还不用走路嘛 应该走路走的少 这人一多一伙 可能是对你们影响挺大的 那最起码人多了 就是生意好了呗 堵车没有路 我看哈尔滨 确实 我昨天到了以后 路上了 去那个 特别是去那个中央大街那会儿 那真堵啊 但是他堵车的话 你也是一样的 可能是击费 这也应该也没有 因为我们堵的话 借人也堵啊 对 还有个借人哈 而且堵三个多钱呢 三块两块的 有的时间都够完成一大了 对对对 你们这边有一个大特点 穿厚的多了 然后呢 就是到了室内的话热 吃个饭就热 一出来吧 你要穿少了吧 冷 终于到了 然后我下车的时候 这个地方有点冰 刚才那个保安大哥就提醒我 他说你下车以后 千万要慢一点 那个地方滑 这个地方就是到早市了 我看了一下这个早市 我上次来哈尔滨的时候也来过 这边呢 一类似于像那个 山东资博的那个八大局市场一样的 但是这个呢 好像更大一些 更长一些 刚才呢 我在那个打了一个网络车到这里啊 是十二块 十二点八元 我看了一下 我打车的时候 就是看了一下嘛 预计是十二到十五元之间 但是这个司机师傅呢 他是走到最近的路 结果一下就走到这个门口了 一点路都不用走 如果我坐地铁的话 他我看了一下地图上显示要穿过中央大街 要走几要走七百多米 然后才能到达这个早市里面啊 所以说还是非常方便的 我在那个车上也和那个司机师傅聊了一下 现在哈尔滨火了以后啊 对于当地这个老百姓来讲啊 那个司机师傅也就是说呢 对于他们感觉影响也不是很大啊 毕竟来讲就是说 你看在道路上的车流量很大啊 所以说他们坐这个车了 你就是人再多 因为路上堵车 他也是接不了多少客人 也是和平常啊 是差不多的 还有一点呢 我明显的感觉到人家这边呢 就是这些人 他们的热忱和热心呢 还有那种礼貌啊 他们这种就是说 特别是这些服务行业的人员 我就是也 那到这里一两天了嘛 感觉到呢 就是有发出来 由衷的一种那种真诚嘛 就是和那个山东自补的那种感觉 是非常像的 如出一辙 可以这样说 包括我下车的时候 他就说大哥你到了 然后呢 就那个 你到这个地方下车 然后就比较近 就是在说话的时候 他们就是非常的客气 很明显的一点 就是你要是在问他的时候的话 像我刚才问他 就是我要下次再去哪里坐车的话 他的意思就建议你坐地铁 因为地铁比较节约时间 因为按照咱们常规的逻辑来讲 做生意的人嘛 肯定希望自己的生意是越来越好 他会介绍你坐网约车比较方便啊 是吧 因为我明显的感觉出来 就是做打这种车呢 你是省了很多的走路的时间 是吧 不用走路 但是人家呢 他并没有这样的给你那个考虑 他考虑的是 就让你节约时间 然后呢 就是更实惠 怎么样更实惠 然后给你推荐这种方式 虽然简单的坐个车和师傅简单的聊了一下啊 有一些拍到 有一些没拍 没记录下来 但是呢 总体感觉 让人呢 就是感觉到来 就其他的城市相比 特别是旅游城市相比的话 与众不同 我想呢 这也是 就是哈尔滨爆火的一个原因嘛 也希望这种情况在全国 更多的出现 让全国啊 这个到处都是山东 资博 这种和那个黑龙江哈尔滨的 一样的这种城市 星星之火可以了言嘛 我以前在山东资博的时候 也经常性说这一话 当然了 更多的就是期望 就是全国各地都一样吧 都是以真诚相待 天气太冷了 在这里站了一会儿 说话越来都发抖了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